中华文明 人类瑰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音乐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安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香港孩子很难教 上级 老师好 大家好 教孩子的学问 这个节目 从播出到现在已经好多集了 反响非常热烈 我们没想到 尤其是在台湾 在香港 西华成都很厉害的地方 反响更强烈 他们都自己做那个光牌 从台湾机构我们一看 自己来翻课的 从网上下载的 教孩子的学问 在地铁里做广告 都是给家长们看 为什么 我们就相信师父老人家说的那个话 真正 切中现在社会的要害 为什么叫乱世 家先乱了 家家乎乎乱了 海内海外 你看这个世界 它就乱了 家为什么乱呢 他不知道怎么教孩子 有钱 有地位 有学历 都是知识分子 也教不好 他自己 他都看着不对 这是绝对教错了 孩子的结果出来了吗 今天这个节目 叫什么名字 香港的孩子很难教 香港孩子为什么难教 真有原因 你看现在很多人 相往啊 相往这些港台 西方啊 你哪里知道 香港的爸爸妈妈也痛苦啊 是真的 香港爸爸妈妈也痛苦啊 什么原因呢 今天 来了一对夫妇 佛弟子 也是专听老法师讲经的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个经历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功德无量 为什么呢 天下的父母都受益了 我就是这么个教法啊 对他们已经先走一步 给你做了个实验 你就知道 你千万别再怎么干了 为什么 他的孩子 试验一下 送到这两个班主任 这个地方来 结果不出两天 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先来问问这个班主任 这个孩子什么情况 是 男孩是吧 男孩 几岁 不到七岁 嗯 你能看到什么问题 老师很奇怪 这个孩子 我们在刚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 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还挺机灵的 香港是吧 对 在香港见到的 而且那身上还有一股那种 叫灵气吧 对 挺机灵的 但是来了这之后呢 就发现 当那层那个光环退去之后 就感觉好像有点呆呆的 傻傻的 对 笨笨的 笨笨的 我们就很奇怪 这还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在后面观察 我们就发现 其实他什么都不会干 我见到过这个孩子 在楼道里 两个小水桶 水不多 按他的那个身体 那个结实的程度 拎起来 蹭蹭蹭往前 因为比他小的孩子 能做得好 哎呦 他在那儿坑坑吃吃 我就看着他 我是这个香港的小朋友 可痛苦了 他地上洒的都是水 他在那坑坑吃吃 走这段路 我可费劲了 我就发现 一定有问题 是吧 你们也发现 发现了 非常明显 尤其是在大家都在干活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 他不光什么都不会 他是无所适从 不知现在自己在干什么 他是属于游里的状态 你看这个孩子呀 他笨一点 说这个东西不会 没关系 学得快也行 学得很慢 是 来了很长时间都不行 对 他都来了好几天了 差不多一周了 然后我说 你在这儿闲逛游逛什么呢 老师 妈布在哪里 我说你都吃了多少顿饭了 还不知道妈布在哪里 对 就这样 对 而且呢 他做完什么 就是他应该干活干的很少 他扫地也是 擦桌子 擦地也是这样 他就是做完这一步之后 他就不知在下面该干什么了 就举着 在手里举着 我看他干活 扫地 你们这爸爸妈妈没看到 我看到了 是吧 他们拿摄像机拍下来 在那扫 那真的是个少爷 你就看他绝对是 那就是在这 然后这个戳斗拿起来 扣到这个大桶里 然后 那不叫干活 是吧 你一看就知道 这孩子 学他都学不会 家长们可能会说 我孩子比这个还过分 对 那你今天好好听听这节目 看看 那个不正常 你不要认为这是正常的 现在这孩子六七岁 我们就发现问题了 将来 他改得快 他会有幸福的人生 他不会有很大的恶果 现在不改 将来麻烦他了 那我们往下听 是 另外呢 这个孩子身体素质很差 我们早上会有跑步 我们这最小的孩子三岁 三岁孩子跑起步来 也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唯独这个小男孩 他跑不动 而且他不愿意跑 他说他能走 他就走 然后他慢慢走 然后如果问他呢 他就说 我太累了 我就 太累了 跑不了了 这六岁的跟六十的似的 你看你们院子里那些孩子 我看到了 每天两千多米 是 那跑步 天天这么跑 还上坡呢 都没问题 这孩子不行 你说 你说他真的不行吗 我说不是 那是他心里有问题 心里的问题 能把他身体 整个毁灭掉 六岁的孩子 老师你能感觉到 他不是身体素质的问题 是懒的问题 他不想跑 对 是吧 这个早上 我们在下面盯着 过来 我说你为什么不跑啊 就你自己在这走 老师我跑不动 我太累了 我说摸一下头 一点汗没有 摸一下后背 一点汗没有 我说你连一点汗 你都没出 我说你 你根本就没跑呢 我说老师 我实在跑不动了 就是一看就是懒 你再管他 他走路也是懒洋洋的 就他走路都不愿意走 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小胖堆 是 胖乎乎的 老师我们还发现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这个孩子 他就是对于老师 长辈 他没有概念 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 嗯 不知道公斤 是 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 我们问他话 他跟我们那种应答 好像我们是他的朋友 平辈一样 对 那个眼神 那个语气态度 他自己弄的吧 你说是小大人吧 但说的话又 又是觉得 他刚零五岁嘛 是 他 他再小大人 他还是个孩子嘛 对 而且我们还发现 一个普遍的情况 包括这个香港小孩 也是这样 说话不看人 不看人 对 他不会看着你的眼睛 认真地跟你讲话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眼睛东看看 西看看 手不停地动 对 这孩子傲慢 傲慢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早上犯错误了 你跟他讲话 他不看你 根本看都不看你 然后跟你顶嘴 我说一句 他说一句 我说你是新来的同学 你六岁半 你敢跟老师顶嘴 那不以为然 他不看你 后来我是 碰着他头 我说你把眼睛 撞过来 你要看着老师 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 也不行 不听话 就是很难能够接受得了 他还不高兴 我觉得应该是 好像以前 没有人对他这么要求过 他来这么长时间 没效果吧 没有 不光没效果 而且没精神了 对 是不是跟在香港间 他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换了个人来 是 就是尤其是在同学们 苏立的时候 新同学站一排 大部分同学 还都能目视前方 睁着眼睛 他是微垂着眼睛 不高兴 就那么站着 我们还都拍下来了 你仔细观察着孩子 他身体是歪的 对 是不是 肩膀是斜的 不要小看的 你们这个班上 我见到有个男生 十二岁吧 十二岁 十二岁 对 他是这样的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肩高一肩低 不是 脖子是歪的 脊椎骨椎是歪的 是吧 提醒过都多少次 现在已经卡不过来了 十二岁 定型了 妈妈喜欢打麻将 根本没管 我说你这可怜不可怜 这个孩子 你说他将来 二十多岁 步入社会 他痛苦 一站就这么待着 这不是个残疾人吗 你再看现在的孩子 很多歪的 都这么待着 要不这 是不是 是 他歪的那个样子 让我们感觉 你怎么达到这个效果 你身体怎么歪 他能歪成这样 我们就感觉 你看香港这孩子 他就这样 对 大家苏立就他是歪的 是 是不是 头也是歪 肩膀是歪 老师就感觉好像 他没有好好站过 所以让他好好站 他不知该怎么站 你们说实话 你们见过的孩子 这么多了 你们当这么多年半轮 这个孩子 不好教是吧 不好教 没法教 没有基础 没有基础 等于是没法教 是不是 是 昨天晚上 昨天中午老师 我们在厨房 上一堂生活课 当时老师 我是很生气的 全班同学都在着 唯独这个小男孩 很明显 你看第一 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 其他同学 那都是赞赞紧紧 都很害怕 他还是东看看 细看看 没反应 没反应 而且好像跟我自己 没有什么关系 最主要是 他一点都不害怕 麻木的 麻木的 你们观察 香港来的这个孩子 是不是和其他 内陆的孩子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老师 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不是 对 所以这期节目的名字 香港孩子很难教 香港父母很痛苦 为什么 你这节目 我们大家看 他得有个结果 那包括我们 就像看病一样 得给我们诊断出来 药范得开出来 所以大家为什么爱看这些节目 原因就在这 今天这个家长正好在这里 是吧 我们大家一块来听听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恶果 刚六岁恶果 是吧 在一般家庭看 这不这算什么 你不懂 他们学佛都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麻烦 将来恶果越来越大 等你发现了 来不及了 恶果这么大 来不及了 所以这父母有智慧 是不是 老师我们都担心 这个孩子将来以后 生存 自利都是个问题 对呀 你是怎么活下去 现在的孩子自杀率高 现在的孩子回家啃老 为什么 他在社会上 生存不下去 他才回家啃你们的老 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是别的原因 不是 他为什么找不着工作 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作单位 这个人际关系 不是 是他自己生存不了 所以他才回家啃老 香港的孩子 更甚 所以这个节目 我们有必要看 一定要听 有恶果 一定有恶因 来 我们先来听听 这个孩子在六岁之前 来你们这之前 受了哪些教育 在他们讲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妈妈 是内陆人 也是高材生 爸爸呢 是香港人 现在在香港政府 地政署工作 政府官员 地道的香港人 也是高材生 你们是在哪个学校毕业 我是在王家理工大学毕业的 工程系 后来在那个 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 我是工程管理毕业的 那我讨的是兰州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那读的是化工系 然后后来又去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读的是环境工程管理 对 你看这爸爸妈妈 这样的学历 在今天的社会上 都算是精英 高端 高端人士 是吧 但是你看 教出来的孩子 他们自己也痛苦 上哪去给他 找合适的学校去 尤其学了传统话 明白了 不学传统话 真的是 那孩子真的就麻烦了 太麻烦了 我们先来听听 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 到处选学校 选最好的 我们来听听 等于是我们全家呢 都是听师父上人讲经 就知道孩子要学传统文化 那两岁半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深圳 给他选了一家私塾 然后那个两岁半的时候 他就进那家私塾读书 是像是幼儿园一样的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呢 就背经背得非常好 背经典 背经典背得很好 然后虽然学校呢 也讲一些劳作 但是我们晚上的时候 就把他接回来 就等于中午吃完饭 他们就洗个碗 会有的时候擦擦桌子 就干一些这些比较少的劳作 主要是背经典 主要背经典 然后我们那时候父母呢 那时候我们俩孩子 那时候我也在上班 那周末呢 就经常约着朋友 去开车去自驾游 两天的那种度假游 然后去温泉啊 或者就去什么游乐场啊 李士尼啊 就是跟朋友一起待着 差不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 男孩女孩一块去 一块出去玩 那后来呢 生活是很优越富裕的 对 对 这里边有个问题 我们注意听 他说的深圳的那个 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呢 那个教学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纸背经典 没有落实 是这么个情况 是的 在那待了多久 在那待了一年半 一年半 对 大家一定要记得 师父常讲 三岁看八十 中国老话 三岁看他 七岁看老 绝对不会错 一开始教给他的就是什么呢 就知道背经典 那么落实 没有 别人伺候他 你不信你问问这个孩子 他在那个时候背的经典 全忘了 肯定是全都忘掉了 是不是 摆大了 所以说 现在这样的幼儿园很多 学校也很多 学费收的高还是低 这个咱们不说 关键把孩子耽误了 这种理念 好像过去也有人来问过 我们纸背经典行不行 不行 一定要让他做到 两三岁也做 对 撒扫应对 拿着条柱在那扫地 擦桌子干活 一定要让他照顾长辈 照顾大人 力所能及就行 危险的不要做 不要在那搞形式 擦擦不行 擦不干净 还得 还得爱批评 一定让他知道 这是为人子的本分 绝不可以说只是背经典 那不行 后来 不在那学了 后来我们也慢慢发现了 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想给他找一张 就是 深圳另外一家幼儿园 或者因为有马上要上小学了 但是找来找去 也找不到一家更好的 或者如法的 然后 你们当时发现自己儿子是什么情况 当时就觉得 他就是 也 就是力行 他差太远了 光会背经典不行 在家里呢 也是不尊敬 长辈 然后也让他干活呢 也不肯去干 然后我们也慢慢发现呢 就是 因为跟老师接触 幼儿园老师接触的过程中 也发现老师的力行 就是力行的也不够 老师就不做 老师的理念就是错的 你看看 孩子 咱们说 他小 咱们可以找个借口 那你大人呢 大人也不做 你说他能教出好学生来吗 所以师父常讲 师父那会儿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做义工 能给十个人这一桌子饭菜 一个人做 师父做 山上住毛棚的时候 一个人伺候四个人 端屎 倒尿 磨豆浆 做饭 师父都能做 五年学界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经典上看到 从古到今 中国人教孩子 必须让他先做 诸子之家格言 黎明及其 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谁撒扫停除 不是爷爷奶奶父母 是这个孩子 我们别搞错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一下 学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学错方向了 想要的不是这个 你跟我背有什么用 也没有恭敬心 老师也不教着 那赶紧就要换学校 换到哪儿去了 然后因为我们俩都在国外读研究生 那我们就很向往这种西方的这种生活环境 因为那边的房子 第一是房子很大 然后空气好 哪里 澳大利亚 然后澳大利亚那边的空气很好 对 然后结果就去了 对 结果就去了 然后加上我们就全家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怎么样 你儿子到那儿去上学受教育什么情况 主要是那个幼儿人 就他们的是外国用教育方法 他的方法就是小孩去 基本上就玩 没有其他学的内容 以玩为主 对 玩具也是 他看到跟我小孩子不太习惯 开始的时候 让校长自己去买了一堆玩具回来 带他去挑玩具 你要什么我买给你 就让他玩 就你要什么给什么 校长去给买 对 都是玩具是吧 对 玩了一会儿小孩也玩玩腻了 他英语他也没有掌握好 所以他跟小孩也没有什么沟通的能力 那他就不想上学了 不想去了 不想去了 不想玩了 玩够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校长就一次校长是把他抱从车里面抱下来 抱进去的 那校长跟我们说 小孩他不愿意上学 你也不能逼他 如果你打他 我说你是什么呢 我们会报警的 你看 那个时候几岁 儿子 四岁 校长跟父母讲 你们要尊重这个四岁的孩子 尊重他的选择 他不想上 你不能逼他 那这孩子要喜欢打麻将 那你也得尊重他 那他喜欢干不好的这些事情 那也得尊重他 你要敢打他 报警 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澳大利亚 再来就比较严重一点的 再来就是因为他 他从学校回来就跟我们说 有一个 谁说 小孩说 儿子说 儿子说 他说有些女孩很喜欢他 很爱他 我们就 四岁 四岁 哎呀 我们就听得很害怕 我们说你怎么说 他爱你呢 他也不会说广东话 他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说 也不懂他说什么 他就说他小女孩了 抱他亲他 哎哟 哦 那然后呢 然后呢 都是那个小幼儿园里的孩子 对 哦 还是外国的 外国的 那外国孩子他受这个教育长大的吗 几个小女孩 几个小女孩 抱他亲他 喜欢他 嗯 那然后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跟少长说 那这样子不太不太合理啊 这什么小 他怎么懂那些东西呢 但是少长就跟我们说 如果小孩子自愿的话 我们不会阻止的 这是我们头一次听到 都是过去在报纸杂志上听说过 这是他们家亲身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事 四岁 那搞对象 要尊重 他喜欢哪个 哎 你不要打搅他们 他们那亲得正热闹的时候 你说这家长看了 哎 校长不管是不是 不管 那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我们走 真的很害怕了 那个时候 他 你儿子什么反应啊 他说 他那个时候 他其实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他就很不听话的 因为他觉得 他很有自己的意见 那么他在那边都是听他的 他很有自己的意见 你看看 四岁 就有自己的主见 你们不能管我 你看看 那时候管着就 你们管孩子就有点费劲了 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决定马上回来 马上回到香港 就不在澳大利亚里边带着了 哦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妈妈讲 国外空气好 啊 这个 房子大 啊 而且还都是 生活好像是标准挺高 都是挺洋化的 但是你看看教孩子在教什么 你还要不要把你的孙子 儿子 女儿 送到国外去 你听到这个父母讲 你就要三思了 你把他送过去之后 他学到什么 哎 有人会讲了 现在的专家都讲着话 哎 我们要尊重孩子 你就知道这些专家 现在这些老师 家长 电视跟谁学的 都是从西方学的 跟古圣先贤的经典 毫不相关 你说不相关 又怎么样 不相关 我们中国人能交出好人来 交出君子 圣贤来 交出孝子贤孙来 忠臣孝子 都是我们交出来的 西方没有 你看西方历史 我们不能随便批评啊 西方哲学史 是吧 西方历史 唐因比老先生的这个注册 大家一定要看着 你就知道这些文明不同 结果不同 那你要问为什么呀 人种不同 你要问学佛的 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 每个地区的福报不同 中国人福报大 东方人福报大 确实跟西方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看历史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古希腊 古罗马 那是什么 一句话 海盗齐家 没错吧 你得读历史 你才知道 他们的先祖做什么 所以那会儿我记得 报纸上报道出来 真的 我们的副总理 就吴仪副总理 到英国去跟他们谈判 好像世贸谈判 那个时候他说 我们侵权 是小偷 吴仪总理就拍桌子 就跟他们讲 你们说我们是小偷 你们才是抢到 你们没有资格说我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那些博物馆里 全是从我们中国抢 抢去的东西 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我们中国的博物馆 没有你们西方的 你就看出来 两边先祖不一样 他自然然 子孙后代的福报就不一样 那你说 我怎么看着 人家生活环境 怎么那么好 那是你不会看 那会看的 你去看 他们都在干什么 咱们以美国举个例子 美国人 大别墅 那个车比 比任何国家都宽 对吧 耗油量很大 你说这个怎么了 这不是好吗 不好 这怎么不好 这缺德 怎么缺德 我们有个纪录片 不要借钱过日子 美国人自己拍的 美国人的享受 美国人不到三亿 他所使用的资源 地球的四分之一 被他们美国全部占走了 剩下来 六十多亿人 六十八亿 六十七亿吧 用四分之三的资源 他们两亿多人 就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他们总讲平等 假的 你这个档也上 这怎么他不平等 东西都被他们占行走了 然后他说平等 这平等吗 你说平等你得做到 这是美国人拍的纪录片 赤字 我记得行 大家可以在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里边 能看得到 所以他那么奢华的生活 西方那奢华的生活 借钱过来的 是不是 再有占那么多资源 这不道德 不仁不义 你说能有好结果吗 你看着这家过日子挺好 贪官 你感觉吗 看着好像是享受 不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的教育的理念 刚才我们听了 有人说 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别 不对 文化难道就没有 是非善恶没仇吗 你不能说 西方的文化 东方的文化都合理 那给父母磕头 孝敬父母是对的 给父母两个嘴巴 四岁的孩子不让父母管 也是对的 那这人脑子 还不是精神病了吗 是不是 那这不能说都是对了 是不是 我爱你是对的 我杀你也是对的 有这道理吗 我害你也是对的 所以说现在人就糊涂了 都学西方了 这是这家人亲身经历 大家看到了 一切恶果 其来有自 都有根源 我们刚才听了 先受两年的错误教育 误导 传统文化交错了 然后又到澳洲 雪上加霜 你说这孩子 刚四岁就受这些错误的影响了 你说要不要怪父母 不要怪父母 为什么呢 你问父母 他能不爱自己的儿子吗 你不爱你自己的子孙吗 谁都爱 他不会爱 那爱了半天 最后把孩子害了 那何以见得 孩子管不了了 这难道不还 你还要 你还要怎么出恶国 四岁就管不了了 四岁就搞成对象了 这样的人生 不可怕吗 这是什么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之别吗 说这个话 不负责任 我们不要用这些名词 把家长们都给骗倒了 都给弄晕了 一句话 不管是东方的 还是西方的 善恶是非 没仇 正义和邪恶 永远是一个 那不可能说 这标准到了西方 就错了 西方那个到中国来 他就对了 不对 恶的就是恶的 错的就是错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搞清楚了 不要一家 好容易跑到 移民到海外去了 还是人家 你看 咱们多傻呀 人家俩四岁就搞对象 多文明啊 多高级 你错了 那不对 我们不能崇洋媚外 迷信外国 到了这个地步 那你说我怎么判断 我没学过传统文化 我听这家长讲了 我也挺害怕的 我们有好多海外观众 打电话 孩子管不了了 前些天 就是澳洲墨尔本 有个家长来电话 说要把孩子 送到他们这来 是吧 要找传统文化学校 交不了了 这种电话 每天都很多 光国内的 最多的时候 两百多 一天 这个电话 他们就告诉他 这是个网站 这不是个学校 受不了 家长痛苦 这你们听到 这香港的父母 多痛苦 我们大家 不能喝了迷魂汤 外国的月亮 比中国的圆 你最后 你会受伤害 孩子毁掉了 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急着赶着 跑到国外去 空气是好 阳光是好 把孩子毁了 这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 听到这些话 我们一定要觉醒 你真的不要 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是 有体会 确实有很多家长 迷而不觉 执迷不悟 还有的家长说 我没学过传统话 你们这学佛的 学过传统话 你们好觉悟 你们容易回头 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怎么判断 你自己心里知道 这叫 是非之信 人皆有之 是是还是非 是对还是错 你自己本来就能判断 真的吗 真的 你比如说 孩子照顾你们 不管多小 你说两岁三岁 看到爸爸妈妈 那躺汗了 给你擦擦汗 给你倒一杯水 你什么心情 我估计 现在的父母眼泪都得下来 爷奶奶都激动坏了 对吧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的家是不是以这个 因为这个才能和睦幸福 你说嘛 你不要管你是 是是是是是 是法国人 德国人 还是中国人 是不是不管中西 这是人性啊 真理是一个啊 那哪个人讨厌 西方人说 这不对 有吗 这不可能吗 西方人见面也是互相拥抱 要表示爱的意思 也没有互相见面 扇嘴巴的 是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常识吗 当你的孩子不听你的管教 你发现已经 他那么小 所有的小孩子都是糊涂蛋的 他懂个什么 就像那过去老人讲 他懂个狗屁 你们这做父母怎么当的 听孩子的 那父母费给你们积了不喝 外国也是这样 那孩子为什么需要监护人呢 为什么他17岁之后他独立了 17岁之前他为什么不独立 说明他得有人照顾啊 你照顾他 你得听他的 你说这讲理吗 到底谁照顾谁啊 你听他的 那说明啊 他不需要照顾 对吧 他照顾你 行 说明他是个幼稚糊涂的孩子嘛 是不是 孩子是弱者吗 弱从何来啊 无论从身体 到他的这个心智 都没开花 什么都不懂的 你听他的 你这不是害他吗 所以说他们这个理念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 纯粹就是什么呢 要我说呀 那就是业障太重 我们学佛我们就知道 哪有这么干的 这就这叫什么话嘛 根本就讲不通嘛 所以说当你的孩子不听话 小的时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担心还是快乐 你去问所有的家长 西方人 我相信那些父母 他也担心 那你说他为什么还能够接受这个呢 他那个理念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们就得尊重孩子 他担心也没办法 所以西方人 父母和孩子他的缘分很浅 缘分很浅 你们有体会吧 缘分很浅 他不像我们中国人 父母去世多少年 一提起来流眼泪 还要祭祖 外国人没有 是不是 他那个缘分浅 所以他们那边的宗教 一定是基督教 为什么 你们都是主的孩子 上帝的孩子 对吧 不管是妈妈 爸爸 还是孩子 还是儿子 孙女 都是主的孩子 说明他们之间的缘分浅 用这种宗教 他们能接受 他就是这个种性 这个根性的人 你就知道了 所以西方那个宗教到中国来 很难被大众接受 接受了 他也不容易理解 原因是什么 人种不同 福报不同 根性不同 你要承认这是客观现实 所以我们讲实事求是 这是汉代的人讲的 实事求是 所以我们要讲道理 不能迷信 我们不是说迷信我们老祖宗 我们也不要迷信人家外国人 是不是 明显看到自己孩子要完蛋了 孩子在这 好 你看你将来有罪手 那你说西方社会 为什么它不乱呢 它有宗教 但是现在宗教也快差不多了 我们这期节目时间到这 我们下次节目 接着来听这夫妇俩来谈 那孩子还没完呢 还有下一所学校 这不刚从澳大利亚 墨尔本刚接回来吗 刚四岁 得上小学了 我们下边来听 这孩子又被鼓得到哪儿去了 好 下次再见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轻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话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歌无用 崇德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